台灣隊沒有極限 對啦 今晚台灣隊真的沒有極限 要當超強應援團 不少政治人物大集合 就是要鎖定23號的台日大戰 今天我剛剛路過 看到一個頭髮很爆的人 連東京都有這種阿弗羅頭 你看竟然是神婆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就被我們抓過來 基本上今天你要任朋友 來東京巨蛋找得到 政治人物們前進東京巨蛋 關注台日戰況 應援聲遍地開花 民進黨立委一致穿上棒球外套 拉起應援毛巾 秀出聽台灣字樣 喊出台灣雄用 集氣再集氣 應援喊到最大聲 要當台灣英雄們的最大底氣 不只在日本 台灣政壇也靠這一招 隔空幫台灣隊加油 日本的雞排也要吃 日本的餃子也要吃 日本的極致餅乾口味也要吃 讓中華隊集氣 雖然在跑團 但是我們還是一定要幫中華隊加油 所以我有吃這個拉麵 美酒抹茶 希望中華隊今天能夠戰勝日本 棒球當前誰管理政治工房不管人在不在日本應援藍綠政治人物超團結找出各種日本食物就是要吃爆日本 不過前一天有人發現東京巨蛋場內有球迷好心在發國旗沒想到攤開來看卻發現上頭貼著許巧欣貼紙也被酸這樣也要蹭不過求證許巧欣辦公室表示這是先前發的國旗放在各個禮辦可能是有民眾好心帶到日本發送 但無論如何應援臺灣英雄朝野擺一邊 全力為臺灣隊進軍冠軍賽來應援 下輪新聞黃新選馬鈴魂台北報導